这个男人走进办公室 十分钟后 老板不但将公司转交给了他 甚至愿意亲口为他服务 这便是亚马逊刚刚上线的悬疑惊悚佳作 故事开始 总裁办公室内突然响起了几道枪声 等到大门打开 公司掌舵人尚语当场隐恨西北 而凶手竟然只是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 价值上一的游戏公司突然失去了掌舵人 再加上这期诡异的案件 公司很快便准备关门大吉 深夜 伊莱恩与克雷格正在准备为离职做着收尾工作 可就在这时 一个白发男人走了进来 自称是上瑜请来的顾问 名叫帕诺夫 说完就准备上楼 可奇怪的是 看似低矮的楼梯 他却爬不上去 在克雷格的搀扶下 男人来到了二楼 可转眼就恢复了剑步如飞的状态 不顾伊莱恩的劝阻 帕诺夫拆掉警察的封条 接着拉开百叶窗 身后的血迹甚至还未完全干涸 就在二人一脸猛逼之际 帕诺夫已经坐在了老板椅上 接着拿出与上瑜签订的合同后 便准备明天一早召开全员大会 显然将会有大事发生 第二天 克雷格早早赶到公司 而帕诺夫也准时出现 可他似乎对楼梯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 就当大家以为 接下来会有重要的发言时 帕诺夫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感谢了大家 接着便宣布 给那些远程办公的员工 一个小时赶到公司 不然就会被炒鱿鱼 说完便转身离去 作为总裁助理的伊莱恩 想要询问接下来的工作 可新来的掌舵人 却连公司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 这让伊莱恩感到有些无语 真不明白 为何尚语会请他来做顾问 就在这时 帕诺夫看得下手表 刚好过了一小时 随即乘坐电梯来到楼下 将大门锁住 伊莱恩找到克雷格 向他吐槽了此事 可克雷格却发现 他们这个月的工资 居然按时到账了 而他整个上午 都在网上寻找帕诺夫的信息 却都一无所获 这个新来的领导 仿佛是凭空出现在了地球上 下午 帕诺夫接见了每一位员工 可当他与员工握手之后 却又像是警犬一般 仔细地闻了闻对方身上的味道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伊莱恩潜入了帕诺夫的办公室 打开手提箱后 找到了那份任命书 可上面的签名 看起来并没有问题 而日期则是3月24日 接着伊莱恩又找到了一张名片 名片上显示的是一家名叫维克托的公司 应该是帕诺夫上一份工作的单位 可当伊莱恩在网上查询了这家公司 却发现他们的总裁 不久前在自家公寓中被人斩首 而他与帕诺夫之前 也签订了一份这样的合同 伊莱恩感觉这一切并不是巧合 于是和克雷格一起 找到了3月24日的监控 终于在视频中发现了帕诺夫的身影 而帕诺夫在休息区等待了一个小时 那也就意味着签约当天 他并没有预约 这显然有些不合常理 可当帕诺夫来到办公室 仅仅过去了14分钟 尚语便签下了合同 可接下来的画面 却让二人顿时觉得后背发凉 凌晨3点 女孩突然接到了领导的电话 让她赶紧来公司一趟 而她深夜将伊莱恩叫来公司 正是因为前任老板尚语的母亲 正乘坐飞机前往这里 而她才是这家公司的法定继承人 如此离谱的要求 伊莱恩还以为是在和自己开玩笑 但很快 尚语的母亲便来到了公司 而她只是一个不会英文的韩国妇女 伊莱恩刚想要上前帮忙 却被会说韩语的帕诺夫 节族先登 只得眼睁睁看着尚语的母亲被她带走 果然 女人仿佛销声匿迹了一般 伊莱恩苦苦寻找着她的行踪 可直到晚上 却被帕诺夫告知 尚语的母亲 已经乘坐当天的飞机回到了韩国 这么多反常的现象 似乎都在表明这位空降来的领导 绝对不只是一名顾问这么简单 第二天 克雷格制作的游戏初稿 交到了帕诺夫手中 帕诺夫表现的爱不释手 这让一直是个小透明的克雷格 从新老板手下找回了自信 为了自己的前途 克雷格决定先停止对新老板的怀疑 转头当起了舔狗 而帕诺夫也有意拉拢克雷格 甚至邀请他去酒吧喝上一杯 酒过三旬 帕诺夫突然说道 眼看谈话的内容越发诡异 克雷格随便找了个理由 便准备开溜 可帕诺夫却决定 带他去一个更加刺激的地方 二人乘坐汉马 来到了一处私人会所 可帕诺夫却急不可耐地 将克雷格推进了更衣室 就在克雷格以为自己 要为前途放弃肉体的时候 帕诺夫却让他换上了西装 原来这里衣冠不整束不招待 好在虚惊一场 等他走进会所 上流的生活让他大开眼界 就连点酒的方式都那么特别 就在这时 克雷格发现 不远处的一个女人 正朝着自己抛媚眼 色星大起的他 随即端着酒杯走上前去 猎口女名叫米拉尼 二人没聊两句 老板便凑了上来 二人似乎认识 帕诺夫更是对着女人动手动脚 尴尬的克雷格起身来到了卫生间 接着赶忙给伊莱恩打去电话 原来女人带着的假汁 正是出自维克托公司 也就是帕诺夫的上一家单位 那么米拉尼很有可能知道 其中的内幕 等到克雷格回到座位 米拉尼早已和别的男人聊了起来 被美女抛弃的帕诺夫并不在意 而是决定带着克雷格去送一趟货 就在克雷格疑惑 为何这样的大老板 也要亲自送货的时候 这把克雷格吓得气都喘不过来 而帕诺夫只是淡定地表示 后座装着的 正是杀死上语的凶手 而自己作为上语的顾问 有责任为雇主报仇 副驾上的克雷格顿时三观炸裂 凶手不过是一个孩子 即便法律无法制裁他 也不该动用私刑 这下自己是彻底上了贼船 过了一会 车子停在了加油站 克雷格趁机来到后座解开了绳索 壳里面装的 并不是杀害上语的男孩 而是今晚遇到的米拉尼 眼看买完东西的帕诺夫 正朝着这里赶来 米拉尼赶忙翻身下车 临走前还不忘提醒克雷格 回到车里的帕诺夫 并没有感到意外 只是淡定地说道 第二天 克雷格再次来到会所 找回了自己的衣服 但他还是没有忍住 再次推开了会所的大门 可昨天还金币辉煌的会所 此刻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克雷格的一番调查下 又有了新的发现 原来帕诺夫之前 金银的甲制生产公司 也曾到了破产的边缘 可当他入主后 仅仅半年的时间 便让营业额翻倍 更可怕的是 原本全国每年 也只有15万起截肢手术 可随着他的到来 这个数字变成了30万 似乎并不是巧合 而眼下的线索 只剩下上一集中 米拉尼让他寻找的 弗兰克弗洛雷兹 可是全国有上千个 同名同姓的人 这让克雷格无从下手 就在这时 尼莱恩被喊进了办公室 原来这家公司 有很多员工 因为各种稀奇古怪的疾病 在家休息 但工资却照发无误 这让帕诺夫感到十分无语 随即告诉了伊莱恩实情 公司还剩6周就要倒闭了 就算勒紧哭腰带 也只能再拖两个月 伊莱恩赶紧将这个消息 告诉了克雷格 眼下挽救公司才是正式 克雷格随即找到帕诺夫 希望他能够集中资源 支持自己新开发的游戏 争取在6周内上市 也许能够挽救公司 接着又帮帕诺夫的手机 安装了一个软件 这样他就可以随时 监督游戏的开发进度了 夜里 克雷格联系上了伊莱恩 他已经找到了米拉尼口中 那个名叫弗兰克的电话 原来他在帕诺夫的手机里 还偷偷植入了一个后门 调取了他的手机通讯录 果然从中找到了一个 名叫弗兰克弗洛雷兹的人 画面一转 帕诺夫卷起袖子 正用尽全力 拖动着一个巨大的木箱 原来这是快递公司 白天送过来的 而收件人正是早已死去的尚语 时间来到第二天 一尊崭新的大卫雕塑 摆放在了楼梯口 潘诺夫说道 故事回到开头 这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走进办公室 直接了当地告诉老板上女 他的公司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 就要倒闭了 原来看似光线的老板 却因为年轻并不懂得经营 这才让自己注入全部心血的公司 负债累累 而眼前的帕诺夫 则像是全知全能的神一般 甚至比自己对公司更加了如指掌 这让他不得不相信 眼前这个男人的能力 可怕诺夫却表示 自己的服务 只有等尚语死后才能开始 而他不但能够将公司发扬光大 并且能够为尚语的家人 留下足够的遗产 而作为创始人的他 即便死后也会名垂轻屎 尚语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合同 没想到自己死期会来得这么快 尚语有些惊讶 但帕诺夫却表示 再不快点 公司都要黄了 如果不敢自杀的话 自己会想办法代劳 只是需要收取一点服务费 时间回到现在 克雷格只是生病请了个假 老板竟让全公司上下所有员工 为他默哀 大家敢怒不敢言 毕竟谁也不想丢了饭碗 而克雷格请假的目的 正是为了前去寻找弗兰克 弗洛雷兹 原来他通过从帕诺夫手机里 得到的号码 发现弗兰克在隔壁城市 开了一家珠宝店 于是来到了弗兰克的店铺 假装要买戒指 迎接他的是一位地中海老人 看着环境 显然平时生意并不好 弗兰克拿出一盒不同的戒指款式 接着又随口询问道 弗兰克文言顿时脸色一变 接着按住桌下的按钮 防盗门随即落了下来 克雷格瞬间耸了 可弗兰克却示意他借一步说话 来到后面的房间 弗兰克拿出一张手稿 正是他曾为帕诺夫定制的一个手势 原来在几年前 店铺的生意很好 不远处开了家医院 每天都有医生前来光顾 而这张手稿 便是一位女医生送来的 弗兰克按照尺寸打造完成后 便收到了一张支票 上面留的正是帕诺夫的名字 而接下来的三年里 帕诺夫总共找他定做了 两百多件造型各异的手势 而且工艺越来越复杂 尺寸也越来越大 直到最后 弗兰克才发现自己 这三年来 居然为帕诺夫打造了一副 价值两千五百万的纯金骨架 而就在完工后 邻居 顾客 妻子 一切都突然离自己而去 接着 弗兰克询问起帕诺夫现在的形象 但克雷格并没有他的照片 弗兰克随即画风一转 另一边 克雷格的女友帕蒂突然来到了公司 原来他并未告诉女友自己今天请假了 担心谎言被戳破 伊莱恩赶忙表示 克雷格正在开会 这才成功直走了帕蒂 可帕诺夫早已在门口守住带兔了 得知男友请了病假 却没告诉自己 而伊莱恩还在帮忙掩饰 帕蒂满脸怒气地准备回家 可乌漏偏逢连夜雨 汽车也一起罢工了 就在这时 帕诺夫突然出现在了车窗外 无奈的帕蒂又被请回了公司 可原本严肃的帕诺夫 面对帕蒂却显得格外和蔼 二人相谈甚欢 而帕诺夫更是对帕蒂整形医生的工作 相当感兴趣 等到车子修后 帕蒂准备离开 却看到帕诺夫正艰难地 想要走上楼梯 为了感谢对方为自己修车 帕蒂上前扶住了他 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 可原本能占一头大象的玻璃 此刻却在吱吱作响 画面一转 克雷格看到了女友发来的消息 于是匆忙告别弗兰克 可他还没能走出店铺大门 一群头戴面具的神秘人就将他放倒 接着便开始打砸一通 就在这时 耳边响起一阵枪声 等到帕蒂回到家中 克雷格正躺在床上装病 就在他以为自己蒙混过关的时候 手机突然传来支付成功的消息 出租车账单最终还是出卖了他 只是请了三天病假 回到公司的克雷格却发现一切都变了样 所有的同事都开始不穿鞋子工作 只因帕诺夫说这样可以提高效率 当他气愤地脱掉鞋子 回到公位后 却发现手下正在闲聊 原来帕诺夫趁自己不在的三天里 已经安排同事完成了游戏的制作 更是将玩法与名字都给换了 眼看自己的心血被别人占为己有 愤怒的克雷格想要找伊莱恩讨料说法 却没想自己不在的这三天里 伊莱恩不但没有告诉自己公司的变故 更是平不清云拥有了独立办公室 伊莱恩解释道 他觉得最近克雷格可能是压力太大 出现幻觉了 因为自己查看了这两天的新闻 弗兰克的店铺附近并没有发生抢劫案 接着伊莱恩握住克雷格的双手 安慰他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却没想二人此刻的一言一行 都在帕诺夫的眼皮底下 原来这才是伊莱恩突然得到一间独立办公室的原因 二人紧握双手的画面更是被截了下来 而这张图片很快便传到了克雷格女友的手机里 回到工作 游戏即将上市 伊莱恩将游戏内册报告给到了领导 数据显示这款游戏的口碑不错 但帕诺夫却突然问到 为何要与克雷格一起欺骗自己 伊莱恩只得谎称 是克雷格与女友最近关系紧张 这才请的假 离开总裁办公室的伊莱恩 拨通了视频电话 准备做问题玩家的回访 只见女孩的鼻子似乎受了伤 还表示自己再也不会玩这款游戏了 原因正是因为卡在了316关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后 实在控制不住情绪的她 静一头撞在了窗台上 这才受了伤 而第二个玩家小胖 情绪更是激动 她也同样卡在了316关 气得她一拳打碎玻璃 划伤了手臂 就在这时 同时达娜也来到了公司 她刚送儿子去了趟医院 不出所料 她的儿子也是情绪失控 失手砸碎了玻璃 在此之前 同样也玩了那款游戏 而这一切 显然并不是巧合 伊莱恩冲进办公室 将自己的发现 告诉了帕诺夫 并且建议推迟发售游戏 但帕诺夫却要坚持按时上市 毕竟游戏内侧好评如潮 更重要的是 再不发售的话 公司就要倒闭了 无奈的伊莱恩 只得选择下班回家 可他前脚刚走 一袭红裙的帕蒂后脚 便来到了公司 紧接着 帕蒂静止走向总裁办公室 而此刻 还在玩游戏的克雷格 还不知道自己的脑袋上 早已长出了青青草原 很快 游戏进入了宣发阶段 众人开启头脑风暴 而伊莱恩的创意 得到了帕诺夫的赞许 他想要让游戏中的大象 来到现实 在街头上横冲直撞 可这个创意 噱头虽然足 但显然无法落地实行 可帕诺夫 却让伊莱恩去勇敢尝试一下 接着更是给他画起了大饼 另一边 帕蒂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 克雷格怎么都没办法联系上他 突然 电话响起 来电的正是帕蒂 可电话那头却默不作声 更加诡异的是 原本独自一人的帕诺夫 最近却总是让助理帮忙点双人餐 另一边 解放大象的计划也有了眉目 伊莱恩联系上了一家马戏团 准备以解救野生动物作为借口 将大象偷运回洛杉矶 而这件事情 就落在了伊莱恩的前男友 帕特里斯身上 原来他最擅长干偷鸡摸狗的勾档 而帕蒂依旧阴性全无 克雷格也开始意识到 自己与女友的婚礼 恐怕是办不成了 而他自然将这份怒火 转嫁在了帕诺夫头上 在酒吧买醉的他 忽然想到 自己在帕诺夫手机中 植入的后门程序 于是调出了他最近的行动轨迹 而线路的起点 显然就是帕诺夫的家 借着酒精 克雷格驱车来到了目标地点 却发现这里荒芜人烟 只有一座移动厕所 住立在眼前 画面一转 帕诺夫提着餐食 乘坐电梯 来到了公司存放服务器的副一层 接着拿出钥匙 打开了镜头的房间 第二天 大象出现在洛杉矶街头的新闻 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就当伊莱恩以为 这是一波成功的营销时 后续的报道 却让他如坠冰窟 原来大象在动物管控中心的 运输途中死亡 这下一切努力都成了泡椅 而帕诺夫此刻 却来到了一家名叫 翼龙的机器人公司 被伊莱恩打来的电话 更是直接选择了无视 等待了一小时后 帕诺夫如愿走进了总裁办公室 与上雨曾发生的一幕 似乎要再次上演 夜里公司员工开启了一场狂欢派对 虽然营销没有做好 但幸亏游戏口碑不错 所以销量还是达到了预期 但伊莱恩却决定离开这家公司 并且劝克雷格一同离开 可克雷格却表示 这次自己真的玩脱了 原来之前为了窃取帕诺夫的手机数据 给游戏软件里 安插了一个后门程序 结果自己还没来得及 在原代码里 将程序删掉 游戏就已经完成并且发布了 这也就意味着 他在超过百万的用户手机里 安装了后门程序 如此严重的网络犯罪 一旦东窗事发 至少要吃20年的牢饭 就在这时 消失了一整天的帕诺夫 突然回到了公司 打发了来要钱的帕特里斯后 便成了一碗食物 再次来到了负义层 另一边 克雷格与伊莱恩看着狂欢的人群 正是靠着大家的努力 这才保住了公司 二人情不自禁地想要救情复燃 可就在这时 克雷格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竟然是失联了好几天的 帕蒂发来的消息 并且还是一段韩语 翻译后的内容近视 请尽快多给我些钱 二人顺着后门程序提供的定位 来到了一处别墅前 眼前的女人竟是上雨的母亲 而帕蒂的手机正在她的手上 上雨的母亲表示 帕诺夫人很好 不但给自己找了住所 还教会了自己英语 就连手机也是她送的 看来帕蒂的失踪 真的与帕诺夫脱不了关系 克雷格怒气冲冲地回到公司 想要找她算账 而帕诺夫已经等候多时了 伊莱恩随即来到了地下室 大门并没有上锁 而帕蒂此刻 依旧在忘情地工作着 根本感受不到身旁的伊莱恩 直到伊莱恩抓住她的双手 这才突然回过神来 克雷格捡起地上的锤子 朝着帕诺夫步步逼近 脚下玻璃不断军裂 帕诺夫的脸上 终于露出了慌乱的神情 帕诺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摔断的脚趾处 正不停地朝外渗出鲜血 三人健壮 赶忙逃离了现场 显然帕诺夫并没有死 仿佛是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一般 很快 伊莱恩便如愿成为了公司新一任的掌舵人 而帕诺夫也完美地实现了顾问的价值 不但让公司起死回生 员工更是在他的鞭策下能力突飞猛进 只有克雷格离开了这里 这天 他从冰箱中拿出了一根脚趾 丢入了热水中 随着刀叉的搅动 一根黄金止骨出现在了眼前 显然帕诺夫就是那具黄金骨架的主人 本季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而这部剧依旧留有太多的悬念 想要解开帕诺夫身上的秘密 就要等到第二季的到来了 订阅影迷新生 看遍精彩原生